我没有去过之前 对西藏还是挺散望的 没有 我没有去过 几年前去过一次西藏 光源展影挺厉害的 I haven't been to see birds 我能想去林芝那边 那边的桃花节好像不错 布丹拉宫那边转了一圈 就是挺雄伟的 给我一个挺神圣的感觉 想要去拉萨 然后去布丹拉宫的广场看一下 I've seen a lot of the culture and the temples are really beautiful 当地有很多那种节日 雪顿节还有什么的 他们的一些活动 当地的文化 就包括他们人穿的衣服 挺有意思 然后很多动物 什么牦牛之类的 挺可爱的 想去看看 我觉得好 之前他们那边生活 确实特别是解放钱 生活非常不容易 挺大的吧 它之前不是那个 龙奴制什么的 然后压迫挺明显的 我感觉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 我想西藏的变化 会越来越大 就是希望西藏越来发展越好 然后那边的人们生活越来越好 希望大家一起和平发展 就然后越来越不强 他们继续能保持发展自己好的传统文化 为自己努力争取更好的生活 我希望西藏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日子过得越来越富足 这就是一个主题非常鲜明的一个产品 围绕着西藏合并解放 这个主题 就是展示的 从合并解放到民族改革 以及备出封建农入制 那么西藏取得到安天覆地的变化 可以说这个展览里面 使用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 新的统计数据 这里面也有两心 我们的这个合并解放 是如何进行的 我们的民族改革 特别是我们这个脱兵空间 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我们在文化保护 生态环境保护 这个领域现在是发生什么样的成就 进行了全新的说 再一个是我们这个里面 让文物来说话 让史料来说话 这里面我们将近有一百多件 文史档案材料 以及文物 而且又拥有了高科技的 很多的展示手段 比如说我们的文真工作基障 的3D形式来进行展示的 全新去解读 认识西藏的发展的成就和变化 西藏的明天一定会变得很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